为完成坊间卑位于埃及的阿斯旺 阿斯旺是著名的古埃及红花钢岩采石厂 阿斯旺的花钢岩早在4500年前就被广泛应用 如大金字塔法老墓室中拼的严丝和缝的花钢岩 还有就是三座金字塔中最小的金字塔的外包花钢岩 在一个还是同气时代的古埃及 是如何加工花钢岩的 难道是有现代埃及人所说的用这个黑石凿的吗 为完成坊间碑是由古埃及著名的女法老哈切普苏要求建造 碑长约42米,碑重约1090吨重 这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在这里有个专门的展厅展示哈切普苏的雕像 雕像多半是由红花钢岩雕枣而成的 哈切普苏所处的时代 公元前15世纪 距今约3500年 也是古埃及的黄金时代 遗憾的是它的那个未完成的坊间碑 由于在建造中就发生了锻炼 最终不得不放弃 成为当今了解古埃及开采花钢岩的最好教材 哈切普苏不仅建造了坊间碑 还建造了举世主墓地哈切普苏神庙 这是它建在卡拉卡神庙中的坊间碑 这是它建在国王谷的哈切普苏神庙 它的雕像就不知其数了 böyle 玩了 你 д為了 我 可以 试 acho